918之后,日军迅速占领东北,但是在接下来的六年间,日本都没有再继续进行大规模的侵华战争,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日军不响,而是其还没有准备好。 在日军的计划中,他们占领东北只是第一步,随后要以东北为副地占领全中国,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,日军必须完成的一步就是稳住东北。 但是在当时,东北表面上虽然已经占领,但是要想稳住将其作为新华大后方,还有很多努力需要做。 于是,日本就在东北策划了两下阴谋,如果成功,估计东北会真正意义上沦陷。 第一个,就是在东北大量移民日本人,日本一占领东北,就将日本本土的一些的农民接到东北,分给他们大量的土地,让他们在东北生根发芽,某种程度上来说。 日本是希望这群人可以不将东北全部囊括。 第二个阴谋,就是获得东北人的文化认同,由于东北曾经是满清的巢穴,因此日军为了增加东北人的认同,就找来了土仪,让习当了维满洲国的皇帝。 这样一来,东北人或许就会认为其实维满洲国依然是东北人自己的国家,反抗情绪会少很多。 但是事实却是,这两个阴谋无一成功,日本虽然有几十万的移民,但是他们在东北不仅不太适应,反而与当地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,毕竟他们的土地都是当地东北人手上强行抢过去的,但谁也无法接受这样的日本人吧。 而至于这第二个,所谓的文化认同,所谓的维满洲国无非就是日本人的掩耳盗铃之举,谁也不是傻子,日本那么明显的侵略,谁也看得出来。 而且,尽管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,但抗日力量也是从未停歇,因此,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,日军的这两个阴谋定没有成功,他们最终也没能稳定地将东北作为自己的腹底,否则,抗战的时间势必会被拉长。 这历史会不会改写也就不好说了,在抗日战争时期,东北的抗日力量在不断活动,始终让日军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,为拖垮日军争取了时间。